投考小貼士 消防署能力傾向不是篇 能力傾向不是主要分为四个种类的选择题 分别是 语言理解 会考核考生对中英文的阅读理解能力 数字理解 会考核考生对数字的运算能力 机械知识理解 会评估考生对基本物理学和机械结构上的知识 视觉空间理解 会评估考生对立体空间及图像逻辑的推理能力 投考不同的职位 需要应对的题目种类也各有不同 救护员及救护主任需要考核 语言理解 数字理解 以及机械知识理解题目 而消防队目 控制需要考核的 就是语文理解 数字理解 以及视觉空间理解题目 而消防员与消防队长就需要面对全部四种题目了 究竟大家怎样去准备呢? 其实房间有很多关于能力倾向不示的专题书 你可以去书店购买 又或者去图书馆借月参考 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免费的能力倾向不示 无疑指题 因应投考不同职位 认考题目数目会有所不同 平均用一分钟作答一题 应该没问题了 另外 遇到难题时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好好分配作答的时间 处理了自己有信心答对的题目 最后才做有难度的题目 用这个策略去作答 会增加你合格的几率